這遊戲的名字叫做腦袋空空空殼頭 之前在恐怖遊戲分件是放過 不過那個時候好像是demo還是說他還沒有做完整 這一次的是steam版本的66塊 不知道有多長寶貝太黑了吧 之前在玩是說 經過了一個長廊然後在樓層到了地下室 有沒有影響沒有 所以我不要想太多 門還是卡住的早上的時候我會修理 畫面有沒有問題啊 聲音會不會太小啊 有什麼東西聞起來非常的臭 長圖惡臭 垃圾要丟好 這些我都知道了嘛 之前這一段其實是玩過的啦 從頭去丟垃圾 喔有沒有影響了 蛋伯蛇 開門啊 什麼阿 蛋伯蛇 蛋伯蛇的時候有聽到 ㄟㄟㄚㄧㄚㄟㄟ 它好像是有人在尖叫求救 聽起來好像從垓廁房傳出來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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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出了一個手電筒 好 唉有印象了吧 往下 往上是哪裡 開不開 幾樓啊 欸 怎麼沒有樓梯啦 這是一張紙條 這裡到處都是監視器 攝影機 沒有辦法逃出任何的東西 逃過他們 這邊到底發生什麼事啦 嗯 有些白癡把這些桌子擋成這樣 夠不去 這一段之前有沒有啊 管理員 蛤 射射室 欸 那個地方鎖起來了 你一定是聽到怪聲的對吧 那邊有人陷入危險了嗎 聽著老兄 只不過是電力超載而已 完全沒有事情 你就回到你的公寓中 等時間到了就修好了 你等電源來就好了 只需要一下 不用緊張 搞什麼啊 大樓搞住戶非常的不安心 大樓搞住戶非常的不安心 快變瘋狗了 這是哪裡啊 沒看清楚 沒看清楚 什麼東西爬了過去四隻腳的 擔心 擔心 準備好 再晃一下 應該是不會死啦 應該啦 蛤 蛤 沒有石頭門啊 一個女人回答了 我需要安靜 這邊實在太吵了 請把這個噪音停止 有什麼馬的圖案在上面啊 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謎題 馬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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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頭沒小用啊 蛤 眼睛一飄馬上有 公安意的東西出現了 爛喔 一下這麼安靜突然下了 拿什麼 flag and hum 他們這什麼東西啊 他還是聽到噪音 在牆上 牆裡面 不要管燈光 相信你的耳朵 你就可以 穿過黑暗 要去那個會關燈的地方啦 我跟他講過話之後 我等一下就 不用燈光可以過去 他叫我相信自己 自己的耳朵 我怎麼敢相信啊 我被痰 這不是剛出怪點嗎 阿西亞 我是要去蒼蠅聲還是女人聲啊 歐 洞 他幹 What the 我感覺這一切都 不安全不安 我應該回去 問問看那個女人了 我走過了哪裡啊 那整個宇宙 非常的爆戰 霧 對吧 一個男人回應了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你現在只能自己靠自己了 他回應了 他還是能夠聽到淡淡的聲音 把那個什麼東西帶給我 他在不久前遺失的 我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但是也許我可以幫他幫你找找看 什麼東西啊 喔 欸等等這不是剛剛會按掉的地方嗎 聲音一直從裡面傳出來 你的手電筒壞掉了 當你拿起蠟燭的時候 好 我越來越噁心了啊 哪裡啊 路越來越難走欸 三步前面才看得到你貼上了什麼點 什麼屌 這遊戲 在跑的時候在進行的時候其實你會覺得蠻枯燥乏味的 但是我突然覺得他 氣氛其實做得不錯 該有了什麼 就就會出現什麼 第二次出來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中獎了 好毛喔 媽的 不知道走對還走錯 希望我的倉鼠記憶能夠發揮功用 開門啊 有人在嗎 生意來也噁心啊 這邊全部都是石頭做的啊 有可能死在這裡啦 頭上是這支蠟燭還是刀啊 我正在頭上要點火 點起來點起來 他 他死了 這邊有一張紙條在他的腦袋裡面 他們會來抓你的 他們會來抓我的 我沒辦法跳 但也許你可以 就是什麼 沒有人是完美的 這就是我出生下來的情況 我的錯誤就是 讓他們有足夠的理由來獵殺我 把我抓走 啊啊啊 我要 我要回哪裡 欸 樓梯間嗎 是不是 欸 嗯 欸 我怎麼不在公寓裡面啊 阿小我還是把他臉拿遠一點比較好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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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東西啊 我真的死了嗎 欸有紀錄欸 這個不規則形狀的人體 在 在 這樣子 不過有紀錄應該是無所謂的 亂衝了我現在 知道會及時紀錄我就安心了 我的速度好快 哇這迷狗 回進去 幹 衝啊 跳 這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不是說我可以跳嗎 回不去了 跳往上 他這個跳是 是從樓頂跳下去喔 有必要嗎 怎麼沒站都不能開啊 蛤 蛤 這個小糞更 做得太屌啦吧 我真的要跳 這邊不能跑步欸 一條 你不會被懲罰 你也不會受苦受難 來 來 沒意思喔 平靜的死去嗎 鼠腳開始在哭了 嗯 什麼東西啊 這是要撿他前面還是要撿後面 這邊沒有 你原本是不該在這邊的 這東西不該在這邊的 你還是可以 你可以面對他們解決這一切 現在回去吧 去哪裡啊 你問我這個是要撿什麼東西啊 你問我這個是要撿什麼東西啊 精神錯亂 這是什麼地圖 這是哪裡 我丟下了撿...撿...撿子 欸老虎拳 看起來好像壞掉了 因為太常使用了 恐怖遊戲嘛 用一次就壞 我從哪裡來的 噢... 我從哪裡來的 要關嗎 這個畫面已經 特效太足了吧 你不能 得罪神 我連得罪哪個神都不知道 我到底做了些什麼 馬克 太爽了吧 這是 這是殺小 這關聯之後是要回頭嗎 有 好像有兩三個要關了 幹有聲音啊 太接近的時候會聽得到聲音 我剛剛是衝太快了啦 那如果怪王我這邊拿這種衣本到我怎麼躲 這五十關吧 這五十關吧 這好像要跟DEMO的時候一樣啦 我要刺怪 我要殺神 欸?醒來了醒來了 遊戲製作者 Rubakki 這是哪裡啊 我到底是醒來了 欸不對我有刀在旁邊欸 下面都是感謝名單啦 夢一場 自殺跟殺神 跪在那邊套頭套的是我自己吧 那我殺了自己根本就 不對啊 我愛大家 我愛各位Youtuber 謝謝你們玩了這個遊戲 請給個評價 好 現在你可以 結束遊戲了 我覺得這個遊戲 一開始玩的時候 在那邊繞一繞去 會讓我覺得有點煩 然後就是說不知道在幹嘛 對不對 但是當你 走到比如說遊戲中期的時候 你開始發現線索 然後在解謎的時候 那些 氣氛 還有 小怪嗎 嚇死欸 搞什麼啊 還蠻便宜的啦 原本這個遊戲喔 就是demo版本 它現在就是完整的 完整了之後 覺得還 你們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欸 真的有嚇到欸 該死的 那我先把這關啦 故事 故事我覺得有點說得不明不白 他出來丟垃圾 遇到奇怪的事情 聽到地下室有人在尖叫 他要去找地下室尖叫的 來源 卻不小心 誤入了被神追殺的領域 反正就是一場噩夢啦 隨便啦 夢結局太棒了 隨便都可以解釋 我先關掉囉